現在是星期日 早上6時 那麼早起床去做甚麼呢? 就是去營車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早起床 和大家來到石澳這邊 這個應該叫做石澳道 就和大家介紹一下香港的Morning Dry的文化 其實早在70年代尾 80年代頭開始 因為香港的經濟開始起飛 香港人就開始富裕起來了 有能力可以購買一些比較好的高性能的汽車 在星期日的時間 就會在中環開始去石澳 一班朋友去遊車 隨著時間的過去 當初沒有社交媒體、Facebook、IG 現在就開始多了這件事 大家也喜歡攝影 有很多影友會拿自己的相機 趁這段時間就去拍攝Morning Dry的情況 成為了一個風氣 可能每逢假日或者星期六日 就會在其中這個路段進行一些拍攝 拍攝一些車的動態 因為有很多車 很嚴厲 有不同類型的車 可能一些性能跑車 或者一些老爺車 都會在這些時間出現 是一個不錯的題材 其實拍Morning Dry最重要的 例如攝影師或駕駛者 都是要注重自己的安全是第一的 例如一些位置不要走太窄的位置 或者自己可能用斜的位置 令自己可能不小心滑一滑腳的時候 就會發生危險 萬一有車 衝過來的時候 起碼有多些位置 讓自己去走斬 有些防撞的地方 萬一車輛發生意外 攝影師都不會被撞傷 或者是有意外發生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選擇一個適當保護自己的位置 是很重要的 有名叫Morning Dry 當然是早上去拍攝車 也是適當地理和天使的地方 可以有神光射向汽車 看到司機的樣子 更加有代表性 再者就是可能金黃色的畫面 令到氣氛更加濃厚 如果拍攝行駛中的汽車 有些動態 可能在一些彎位去捕捉 都是留意用一個適當的快門速度 一般而言 可能我今次拍攝 用了一支90mm的鏡頭 要去到五百分之一秒 才可以準確地把汽車凝固 沒有抖動的情況出現 相反地如果你有時會說一些令到更加有動態 可以是計劃鏡 即是說你對著車是動的 按鈕那一剎也會動的 有甚麼好處呢 就是背景會有一點點動態 但是車子又是清晰的 這裏通常是用60分之一秒 或者你去因應你的鏡頭 車速和和車之間的距離 去調節這件事 大概有這個範圍 你再因應加減你的快門速度 我當初會覺得用一個腳架是有用的 但是我發覺其實機會用很少 例如說你用高速快門拍攝的時候 五百分之一秒 你的腳架其實都沒有作用 手持已經足夠了 如果你說是攀鏡的話 那你要動的 你的腳架反而會阻礙自己 所以這件事到你實踐的時候 才發覺其實用腳架的機會真的很少 除非你像星爺一樣在燒雞翼 可能真的需要一個腳架 至於相機方面 到現在基本上 所有的專業相機 都是可以符合到要求的 ISO、快門、速度 都是沒甚麼問題的 好像今天這樣 天色就比較灰蒙蒙 可能ISO方面要調高一點 也要留意粗點 通常ISO、3200、1600 基本上都已經足夠了 鏡頭的焦距方面 視乎你拍攝的東西是甚麼 以及位置是怎樣 可能一個超廣角鏡 18、21 到135 甚至是180 都可以的 看看你自己站的位置 以及跟車的距離 而定這件事 廣角鏡的作用是甚麼呢 除了拍攝到車以外 還可以拍攝到多一些環境 例如海灘、夕陽、雲 更加可以帶出你當時的位置 在哪裏 而長焦距鏡或中距離鏡 就可以主力特寫車 甚至乎連車內的司機都能拍攝到 當然你帶回多一點鏡頭 那一輯照片就不會那麼單一 只是有車或環境 一些大相片沒有一些特寫 當然看看你自己本身的器材有甚麼 還有一項可以留意的 就是利用你的偏光鏡 偏光鏡是甚麼用呢 例如車有些反光位 特別是擋風玻璃 有些反光的位置 如果你是用了偏光鏡的話 就可以濾走大部份反光的位置 令到車更加通透 也能看到司機和乘客 甚至乎他們的表情和動態都能看到 因為其實每一輛車 只要同型號來說 相差就不是很大 唯一大的話 就是司機和乘客 這也是成為一個焦點 有很多朋友都會好奇 這就是Leica手動鏡 雖然是最新的型號 M11 但始終鏡頭 都是手動的 變成對焦方面會不會有困難呢 我這次做了一個實測 我可能將光圈收細一點 收到5.6或8 就增加了景深的長度 就算對到不是百分百那麼準 或者對到之後 車有一點動動 都是在你的覆蓋範圍 所以這輛車依然可以很清晰地呈現到 在相片上 為了證明我真的拍到的 以下就是我今天拍攝到的相片 請便可以看 來這邊 來這邊 naked 45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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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